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這裡有一個半玻璃球 這裡是空氣 那歐是圓心 這歐是圓心 這裡歐都是圓心 現在他說 I為入射光 這I的話是入射光 這個都是入射光 則有關光線在空氣與玻璃間的摺射情形下列合著作路 就是這四個 這四個情況哪一個是錯誤的 答案是這個 為什麼 這個哨這裡沒有錯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玻璃的摺射率比空氣大 所以它的摺射線會偏向法線 這是對的 但是這裡就不對 為什麼 因為它是玻璃球 那玻璃球 它的什麼呢 它這個方向的話 就是法線方向 這裡的附近 你給他看這個平面的話 切線方向 是這個方向 半徑的話 一個圓 它的半徑的方向 就是什麼呢 就是近向的方向 就是跟切線方向是互相垂直的 所以這個是法線方向 那既然是法線方向的話 它會直接什麼呢 直接過去 也就是說 比如說這是水嘛 這是空氣嘛 那我如果呢 一道光的話 它垂直以這個水面的話 它就直接過去啊 因為它這個是法線方向 不會偏偏側 所以呢 這是錯的 這應該要直接過來 為什麼 因為這是半徑的方向 半徑的方向 跟切線方向是互相垂直的 所以它直接過去 所以這個是錯的 所以這個是錯的 它要選錯的 所以答案就是選A的 這樣我們看看 這個對不對 這個對啦 你看喔 這樣射過去的話 這是玻璃嘛 它為什麼呢 折射線會偏向法線 會偏向法線 然後出去的時候 它沒有偏著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圓線 這是球星嘛 它是半徑 半徑呢 跟切線方向是互相垂直的 所以呢 這是法線方向 所以它直接過去了 那這一樣啊 因為它 往這個球星射嘛 所以這是半徑的方向 半徑的方向呢 跟切線方向它是呢 互相垂直 所以這是法線方向 既然是法線方向 所以沒有偏側 進來沒有偏側 出去也沒有偏側 那這個呢 這個法線方向 是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的話 這個是切線方向 這個切方向 它這樣偏的話 它會偏什麼呢 偏向法線嗎 就是說 這一條線 比這一條線 更靠近法線 進去的話 偏向法線是對的 然後呢 出來的話 它會偏離法線嗎 這個是法線方向 進來的話 它比較靠近 法線方向 出去以後 它偏向法線方向 也就是說 這個 這個是 入射角 這是折射角 它有那個 折射力比較大的 射到折射力比較小的 它會偏離法線 它折射角會比較大 入射角會比較小 你由空氣射到玻璃的話 它的入射角 入射角比較大 折射角比較小 所以這個圖也是對的 錯的就是只有這個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A 好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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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幾乎